哈喽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来吃这家新开的阿婆长粉 这家店在Richmond Center附近在金百乐酒家隔壁 就说昨天爆了所以今天我在他刚开门的时候就来 果然是个很正确的选择 我来的时候店里一个人都没了 这家店的店面挺大的 多伦多到温哥华我都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长粉店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菜单吧 点了一个牛肉长家蛋 一个九黄虾球长粉 一个枸杞猪干粥 还有一个牛三星汤 发现了吗 这家店的价格比其他家店的贵好多 有好几个长粉都是超过15块钱的 甚至还有超过20块钱的长粉 这份就是我点的九黄虾球长粉了 这一小跌就16块多 我感觉我的钱包在流血 这一份的份量还没精髓 像一份大吗 牛三星汤是好喝的 我个人非常推荐 因为我觉得这份汤味道非常的不错 不过里面的牛肝和牛肉就特别的老 是很好吃 而且也没有搭配特别的蘸酱 有配一个酸萝卜 但是这个酸萝卜就是醋的味道 糖放少了 不好吃 牛肉长粉加蛋 牛肉长粉是9块75 鸡蛋是2块钱 加起来是12块钱左右 这个份量真的是不够我塞压风 你们真的不要笑我点太多了 一般长粉真的只能吃了三四分饱 长粉皮是石墨的米浆做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皮做的没有喜剂的好 因为太稀烂了 最后这一碗是枸杞猪干粥 粥里面应该是放了一些味精 因为我自己对味精的味道还挺敏感的 所以这个粥我几乎是全部打包带走 没有吃几口 这个猪干也是有一点点过火 是不难吃但是有点太硬了 我一个人吃了60到左右 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要贵不少 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很好吃 但是也并不难吃 属于那种我下次不会再来的系列 因为刚刚开业也有很多地方不太完善 一个是上菜慢 我等了大概40分钟才吃到东西 但是我是店里唯一的一个客人 那就更别提人多的时候 其他人要等多久了 一个是我觉得他的餐桌上 应该把一些客人可以吃取的 酱油 醋 辣椒 勺子 筷子 还有纸巾 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来来回回 叫了服务员好几次帮我拿这些东西 如果可以自己拿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食物方面除了粥里没有味精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之类 粉其实还ok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皮做的有点太稀烂 我觉得喜记的皮做的会更好一些 香也更浓 其他都蛮好的 牛三星汤特别的好喝 如果有新店开业我还蛮推荐大家去尝尝鲜的 就是想告诉大家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在某一些方面你们就不要有太多的期待 这样就不会太过于失望 而且每一家新开的店 它都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前进和改善 好了那今天的看电视频就到这里 今天非常抱歉 因为喵的喵的喉咙出血了 所以配音的话声音会有一点干 有些可能听着特别的明显 但是其实我已经反反复复路过好几遍了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给我点赞 我们下次参见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